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种很多人说是监听 他说这个教授是不是天上有朵云 我说的话都给他录下来了 我是金融系统的 我是体制内的 我很敏感 那句你就想错了 首先你一天24小时 说的大部分的话 全是没有养分的废话 你从一个监听方的角度 他也得讲讲RI 他监听你这么多废话 他有什么变现的可能吗 所以现在的监听技术 叫做唤醒词监听 什么叫唤醒词 比如说你要唤醒你的手机 Hey Siri 你要唤醒你的智能音箱 天猫精灵 小爱同学 我在对吧 所以小爱同学这四个字 就是唤醒词 你平常不聊这四个字 这个监听功能是不会被唤醒的 所以你先把小爱同学 替代成洗碗机 你平常聊什么都没事 你聊到洗碗机 不好意思 你手机里面的一个流氓软件 SDK 就把你手机设备号的用户画像 里面有一条 是否对洗碗机感兴趣 这个数值从0就变成1了 然后马上自动化的传到购买精准人群的流量方地方了 就来了 基本上这个流量到底准不准 你说准不准 非常准 因为像洗碗机这种这么低频的词汇 我们平常生活中是不会说的 只有买到了 或者邻居买了 或者朋友买的时候 对吧 才会说到 那一下子你如果买了这个唤醒词的话 大概率是可以踩到这个精准人群的 所以你现在把洗碗机再替换成其他品类 可以是巴黎三日游 可以是某个品牌 都可以在一个手机里可以安装无上线条唤醒词 唤醒词在灰传中可以当成广告位来出手 这就是有线监听说白了 你想想你要从一个非法运营者的角度 他是不是个RI特别高 对吧 我有线监听就够了 我不需要天天监听你 这是现在的 早期的呢 就更傻逼一点 他怎么做呢 就是两部手机 这部手机被判定洗碗机 这个目标人士 假如说另外一部手机 每天晚上跟他凑在一起吃饭 他就觉得这俩人群 这俩人群可能是这个同志人群 所以给这个第二台手机推洗碗机广告 大差不差也行 这就是早期没有语音识别的时候 就用这个 所以这是两类就是精准推送的一个 我以前在某头部的互联网银行 做这个人工智能推送这个兼职的科学家的时候 我们就设计过这种精准推送的系统 但我们做的是那种合法的 对一个目标客户多次广告打击 然后再根据他的反馈来决定 再要不要给他 那我补充一点 首先这是个灰产 随着这个个保法和数据安全法的出台 其实这种趋势是得到了遏制 但是总有一些人他破罐子破摔 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消费者自己的角度来讲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你可以自己测嘛 对吧 你对着这个手机 说洗碗机 洗碗机 洗碗机 打开自己的淘宝看看有没有 对吧 如果有的话 你把那些不是大厂的 比较边缘的小作坊出的APP 你可以删几个掉 然后你再测一下 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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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有没有 大概你也可以锁定说 哪几个APP里面有问题 对吧 因为现在的APP都是复合APP 比如说你打开高德地图 里面有话筒 有定位 有支付 它内嵌的 你不知道哪个是有问题的 但我这里不意识 不意说高德地图 我只是说 这种复合APP们 嵌入一个流氓的SDK 是比较容易的